1989年時 我是新聞報記者 我是由4月18日 胡耀邦細細後 應該是3天 然後我上北京採訪 五四大遊行後 採訪國縣傭去北京出席眼會議 就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時發生的是 戈爾巴奇夫訪華 接著就出現了絕食事件 絕食後我就上去 應該是在5月18日左右 上去之後就一直採訪 到6月1日回到香港 絕食開始之後 成立了一個廣場指揮部之後 我感覺到學生組織 他們處理一些事情的手法 都開始出現問題 舉個例子 我曾經遇到過 採訪只是讓我記者入 香港記者不准入 華人記者的面孔都不准入 拉人牆擋開 他們不相信你們了 當時我曾經在廣場路 和這個客隊吵架 我就說 你們說新聞自由 不應該是這樣 你作出等級記者的等級都有 人民英雄紀念飛行 那次我記得那次是柴玲開記者會 離開北京之前兩天 我訪問了鄭鴻鈞 他說學生運動已經倒頭 他講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在哪裡 永遠將自己的思想強加給別人 但自己進不出去做 第二次他覺得學生的組織內部是很緩散 永遠是理性的人 就被更激進的人打倒了取代了 他覺得應該是要結合一般的民眾 去形成一個更加嚴密的組織 才可以令到這個運動 即是繼續進行下去 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因為我覺得當時 我臨離開始在廣場所見到的現象 已經基本上是人心撕退 我覺得有些人應該到此為止 觀察之後 這麼多年來 有關的回憶錄等等的出現 各地軍區都派了部隊 加入了戒嚴部隊 最後是否要軍隊採取軍事行動 去表態他們的效忠 是效忠中央 我覺得有這個意思在這裡 在李旺陽事件出現之前 我們在那年的六四 跟記者林建成的商量 就覺得我們報道回顧的時候 都走在北京這個地區 但事實上我們看回當時的報道 看回當時的資料 是全國各地都有的 所以經過林建成的努力 就找到李旺陽 之後的發展是 繼六四開槍之後 有一次突破了我自己的意料 我想不到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的記者去策劃 去找到一個人去說這件事 都會出現一個這樣的結果 就是他死了 很明顯有點像一個輪迴 每進行一場運動的時候 我認同的是 沒有一個很統一的指揮 或者一個嚴密的組織的指揮 基本上是很難成功的 其實佔中也是一樣的 之前戴耀廷 佔中三子 他們去發佔中運動 跟後面完全走板 跟後面出現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兩者比較都是 開始沒多久就失去了 最初發起人就已經失去了領導權 只能夠向著激進激進更激進的方向 歷史上爭取民主運動的一些 成功的 很多都是一些很有組織的地方 例如波蘭的團體工會 它才可以長時間的周旋 他們也不以佔地標作為一個 最終目的 也不以佔地標作為一個 討價還價的手段 也不以佔地標作為一個 最終目的 是 最終目的 是 最終目的 最終目的 是 最終目的 最終目的